这个星期日农历正月十五不仅是元宵节也是天官大帝的诞辰 主司三官大帝的巴德三元公除了将举办天官大帝祈福祝寿法会 面方也邀请信中们前来钻教底 原来自疫情暂停绕境以来 为了让信中一二人受到妈祖的守护 巴德三元公贬以钻教底来取代原先的绕境 而今年还特别增设了成年礼活动 只要是16到20岁前来钻教底的信中 就会赠送一枚浮屠金币 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妈祖的庇佑 因为元宵节是天官诞辰 那天官诞辰以往我们是都出去绕境 那因为两年的这个疫情的关系禁止绕境 所以说我们就改做这个请妈祖出来往靠 然后让信中们来拜拜 然后拜完了之后呢 或者是要在拜之前 有一个这个愣教咖这个仪式 这个目前我们桃园只有巴德三元公 才有这样的仪式 那我们的妈祖 我们是特别请北港的朝战骂 我们特别从那个北港的朝天公分联回来的 所以说已经连续办了 今年是第三年 那很多信众通通都会来参加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八阔 年轻人的进宿特别的多 那有一些小孩子们呢 我们是以16岁以上到20岁 只要是你有来轮轎 那我们特别会送了一个这个金币 来给这个成年人带回去保佑他 这个在这一段期间都能够平安顺利 另外巴德三元公也与巴德亲生会洗手合作 睽違两年再度举办元宵猜单明晚会 更备有丰富的奖品要送给答对者 主委欢迎信众有约参加 找回过往元宵佳节的热闹气氛 那晚上啊 也有这个晚会元宵灯迷 因为啊 疫情已经停办了两年 所以说特别呢 邀请那个巴德亲生会 然后将这个晚会的这个猜灯迷呢 能够办的 活动能够办的更丰富 而且呢 奖品呢 也非常的丰富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巴德三元公 来祈福 啊 然后呢 来愣鸡咖 我们愣鸡咖的时间呢 是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七点 所以是 所以说 大家随时都可以来来参观 而且呢 来愣鸡咖 啊 让大家都能够红兔大赞 巴德三元公表示 元宵节当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 信众都可以前来钻叫地 另外也同步进行天官大地祈福祝寿法会 晚上还有猜灯明晚会 可说是热闹一整天 妙方欢迎信众永远前来参拜 一同欢庆元宵 记得刘雨婷桃会报导